李安裘監製, 曾永強篇道, 金庸原著, 楊敏改篇, 梁仲賢錄音 並且由李鶴斌, 楊麗仙, 譚翠蓮, 丁欣, 溫泉, 馮天行等聯合播演 《神雕俠女》第十七回, 現在開始播出 你們已經被點了忠書穴了 這就只怪你們 完全沒有江湖上防敵的經驗了 竟然沒有想到 要回到安上棺底的石板 所以我們就不費吹灰之力 偷襲成功了 真好 原來這裡還有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 你們倆躲在這裡享福 好, 師妹, 你真是很福氣了 與你無關 師妹, 你用心思研究一下 說不定會有一條出路的 我就算知道, 也不會告訴你 好, 師妹, 你帶我們出去 總之從今之後 我不再跟你為難, 行了吧 是你們自己進來的 就自己想辦法出去 怎麼我帶你們出去 你不說, 我也有辦法要你說的 師父, 那我們怎麼辦 算好 點了他們的天閣魚 不用多久, 他們就混身麻仰 一定要透露秘密了 如果我姑姑知道出路 為什麼我們不出去 留在這裡等死 她方在說話之中 已經露了口風 姑姑, 你千萬不要說出來 如果李莫愁不知道出路的秘密 始終不會殺我們 可是她一知道 就會馬上下毒手 你說得對, 我也想不到 不過我也不打算跟她說 是呀, 千萬不要對她說 師父, 我們還要等多久 靈幫, 你急什麼 來, 我們來這裡坐一下 很快, 我們就可以離開古墓了 就這樣就好了 二, 另一個角落寫著 解穴秘訣四個字 自通穴道的方法 如果在收窄內功的時候 走火入魔, 穴道閉塞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自行打通 不過…就算我們打通穴道 但你打不過師姐也是沒用的 姑姑, 你在想什麼 過兒, 你留心看看 膝頂上九陰真經的解穴秘訣 和閉氣秘訣 你讀一次 然後就自己解開穴道 我會的 小心, 看著他們的柳師圖發覺 我有辦法 李師伯 你下手太狠毒了 你對不起祖師婆婆 更加對不起祖師婆婆的婆婆的婆婆的太婆 你幹什麼 李師父 師姐, 這就是玉女心經中的上性武功 你…你自己解穴道 你想不想出去 原來她並不是手下留情 實在是內勁不足 好, 人一時之氣 等出了古墓之後 再殺她也未遲 師姐, 怎麼樣 是呀, 這樣才是好師妹的嘛 師妹, 我向你道歉 你帶我出去 現在就走了, 好嗎 我要乘機挑撥離間 他們兩師徒才行 李師伯 我姑姑說 只能帶你們之中的一個人出去 你說, 帶你呀 還是帶你的徒弟 你們壞蛋, 快閉嘴 她說得很對 我就是帶你們其中的一個人 多一個也不行 師伯 還是等紅師姐跟我們出去吧 你年紀大了 你已經沒多久的命了 何況紅師姐比你漂亮更多 你這個臭小子 來吧, 姑姑, 我們走吧 你在前面帶路, 我走第二 走得最後那個 就不能出去的了 靈幫 師父, 你想跟我搶嗎 弟子不敢, 師父小心 嗯 我怎麼看 你把雙腳踏下去的地方 漸漸潮濕的樣子 我看應該是出了古墓 中南山本來不是很高的 走得這麼遠 不用多久就會到山腳了 寧波 師父 你不會恨我吧 弟子怎麼會恨師父呢 我要你走在最後 不要緊 誰不知道他出手陷毒 如果不讓他 恐怕光彩已經死在他手上 過爺 那個閉氣秘訣 你記得明白嗎 記得 一會兒你就閉著氣 千萬不要喝水 行了 你要小心 我會的 師妹 你懂得游泳嗎 我一生在墓中長大 怎麼會游泳 水很深 我吞了很多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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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怎麼樣 有點累 幸好我吐了肚子裡的水 你呢 你怎麼樣 我沒事 剛才如果不是被李莫愁 抓住我的左手 我怕要用力過游泳 喝點水浪土 我就不會太累了 看著他們兩師徒這麼冷靜 我又不忍心 到底我們都是同梅師姐妹 可是他要殺我們 算了 我已經點了他們的月多 讓他們把水都吐出來 醒了之後我們就走了 好 好 好 方才真的很危險 真危險 師姐 你們請便 師妹 過兒 我們走 好 姑姑 你說大自然的景色 漂亮不漂亮 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裡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這裡還是中南山的山腳 地方很方便 怪不得到處靜得這麼厲害 姑姑 外面還有更漂亮的景色 我帶你去玩 不去 我不去 為甚麼 你怕 不, 我要等養好傷之後 然後我們再練玉女心經 我幫你運工衣箱 好, 但是我們住在哪兒好 這裡的環境不錯 如果你喜歡就在這裡 這棵樹裡一間爛屋都沒有 我們怎麼可以住 來呀, 跟我來 幹甚麼 我們就在這棵大松樹上 搭兩間茅屋仔 遮蔽風雨 好呀, 好主意 我還要在屋前面 種些玫瑰、末里之類的香花 姑姑, 那你呢 我喜歡淡雅 松葉清香, 勝過奇花耳惠 我的屋前甚麼都不做 明天自然 那也好, 你先坐下來休息一下 我馬上動手, 淡屋 走 過兒, 你知不知道 我們在這個山高住了多久 快兩年了 我們兩個人的武功 雖然是有進步 但是你和你的郭伯伯 郭伯母相比 你覺得怎麼樣 那當然比不上 你的郭伯伯 傳授了功夫給他的女兒 又傳授了給武士兄弟 日後你們遇到 我們還會受他們欺負 如果他們還敢欺負我 我不會任由他們侮辱的 可是你打不過他們 那有甚麼辦法 你幫我 可惜我打不過你的郭伯伯 也沒用 好, 看在郭伯伯份上 我不跟他們鬥 你真想不到 你在古墓幾年 練了古墓派的內功 居然火氣大減, 真是難得 是 我現在年紀大了 比較明白是你 郭伯伯對我很好 而且是一片真情 所以我甘願為他讓步 更何況我和武士兄弟他們 也沒有甚麼心仇大恨 姑爺, 你肯不和人爭鬥 那就好了 不過我聽你說過 外出外面 就算你肯養人 人家也會欺負你, 是不是 這就是, 姑姑 如果我們不練成 黃重陽為留下來的武功 亦有功夫高強的人 我們就會失敗 我也知道姑姑 很不想離開這個清淨的地方 我也明白, 這樣做也會很為難 要你留在這個荒山裡 確實不及人情 所以… 姑姑, 我聽你說話 從明天開始 我們就練黃重陽的九陰真經 你不後悔? 怎麼會? 練成之後 我再帶你浪跡江湖 這樣也不遲 但是…問題就是九陰真經 這樣吧, 我們明天就 由秘道回古墓 將黃重陽所刻下來的 武功精傲要訣練熟他 然後再出來修練 好, 我們明天就回去吧 照我看, 我想最少 都要用一兩年的時間 你要忍耐用心去練 不可以心急 不過… 你放心吧, 姑姑 就算要用更多的時間 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不喜歡下山的話 我們永遠在這裡 好呀… 乖兒, 你真是好 姑姑, 你聽不聽到 有人在打鬥 奇了, 掌風這麼響 照到你姑姑應該聽到的 不是吧, 但為甚麼他不回答我呢 糟了 可能不妥, 我去看看才行 姑姑… 她不在 糟了 姑姑 其中一個就是姑姑 對手掌風雄勁 武功比姑姑好很多 姑姑, 我來了 過兒 是自己人, 不要打 甚麼 兩位停手, 是自己人 你是誰 甚麼自己人不自己人 爹, 是我 是你兒子過兒 甚麼 過兒, 好了, 讓我看清楚你 是我 過兒, 我找了好苦 糟了 你是否認得我了 不有點認爲 stör了, 你高大了, Karen 以外武藝那麼好 所以初時我也未認出你 爹, 我們分別的話, 你怎樣 ワows 我們在黃鐵窗廟分裂之後 我就躲在大宗下面 運用神功治療內傷 七日七夜之後 內力已經恢復 但是外傷就不輕了 是啊 我老頭的鐵匠真是很厲害的 我揭開大宗 去到客廳住落 又養了二十幾日傷 才好一點 於是我就去找你 那時候我去了桃花島 我想到了 所以我找了一隻小船 去到桃花島 日後不敢接近岸邊 直到晚上才在後山上岸 那有沒有找過我 我自知敵不過郭靖和黃勇 又不知道黃藥師在不在島上 所以日後躲在荒僻的山洞裡 每晚靜靜地出來找 不過我就不敢到處走 那後來怎麼樣 後來我就這樣過了一年有多了 由於我謹慎小心 日後不敢出山洞一步 中職始終還沒被人發現 直到有一晚我無意中聽到武士兄弟說話 才知道郭靖送你到全真教學武的事 於是我又趕去重陽宮 那當然沒有我的消息了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忍受不住全真教道士那些氣 我就跟他們吵架 後來我就進了活死人墓 怪不得全真教上上下下 人人絕口不慘 所以我一點消息都打聽不到 他們怎麼會說這件事 全真教道士每個人都恨我入骨 你認為那一件是奇似大獄 在這段日子 我走遍中南山周圍幾百里地方 誰知道你竟然在地底 我當然找不到 爹 那今晚你又 今晚這麼巧我走過去 突然見到一個白衣少女 對著月光來嘆息 那我問他我兒子在哪兒 又沒有見過他 他竟然不理我 於是你就出手了 是不是 我的脾氣你最清了 對了 你的武功大有進步 是誰教你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跟他一起練武 他的武功又比不上我 何必跟他練呢 讓我教你 爹 師父代得我好好的 他好我不好 你也好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們兩個對我好的 你的武功練得不錯 可惜不是世上最上乘的兩大奇功 那是甚麼 難為你是練武的人 世上兩大奇功都不知道 那你拜他為師有甚麼用 剛才他還好好的 現在忽然間又起又老 神志半清半迷 不知道他的病何時才能好 來吧 讓爹教你 兩大奇功 第一是蝦姆功 第二是九陰真經 我教你蝦姆功的入門功夫 爹 以前你教了我 你忘記了嗎 甚麼 原來你已經學過 那就對了 你練給我看看 好 我練給你看看 慢著… 幹甚麼 別讓你的師父偷學 小丫頭 我在這裡傳授我兒子的武功 你不要偷聽 你的武功有甚麼稀奇 誰要偷聽 好 麻煩你走遠一點好嗎 小丫頭 我喜歡走就走 不喜歡走就不走 你… 爹 別得罪我師父 好… 我們走遠一點 但是…小丫頭 你跟不跟著來偷聽 小丫頭 過兒這個義父真是無賴 難得理他 小丫頭 你不要心急 我只是在你背部的穴 點了一紙 等我傳授完武功給我兒子之後 我就來放你了 爹 你怎麼可以… 走吧 我們過去那邊 不要讓你的小師父聽見 過兒 記清楚兩大奇功的要點了嗎 記清楚了 不過… 不過甚麼 我也學過九陰真經 但是跟你說的 還不一樣 我真是不明白 究竟為甚麼 胡亂說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甚麼九陰真經 譬如說 練易筋斷骨的方法 我師父就說 要二手丹田 通張門月 不行… 來… 慢慢來 我試練一次你師父教的方法 好嗎 怎麼樣 到底是我錯了 還是你的女師父錯了 為甚麼會有這種事 意境完全不同 為甚麼 為甚麼會這樣 阿爹…你怎麼樣 真是擔心 他如今忽然間又失常起來 花叢中好像有人 穿著橫黃色道袍 是誰 你在這兒幹甚麼 別走 原來是你 是我 是…是尹師叔 你衣冠不整 鬼鬼鬼祟祟——你做甚麼 沒甚麼 Twee 沒甚麼 我睡不著 我看欲碩 見一 heter 既然沒事 你就快走吧 好,好,我走,我走 這道士失魂洛魄真是可笑 當日他自己斬斷手指發過誓 個人都不算壞 姑姑 姑姑 為什麼你對眼 有塊青色的布蒙住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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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用這塊布蒙住你雙眼的 當然是我義父點了你月道 我替你解開 你不害羞 姑姑 我義父做事就是這樣 癲三倒四 你不要怪他 姑姑 你還叫我做姑姑 我不叫你做姑姑 那叫什麼 難道要我叫你師父嗎 你這樣對我 我還可以做你師父嗎 我? 我怎麼樣 我們 esteemed 我 剛才一節 《神雕合女》第十七回 是由李安斤裕監製 曾詠強編導 金融原著 楊敏改篇, 梁重賢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